大家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又是我永遠不知道多少人喜歡或不喜歡的情色文學短片 還是會做下去 因為我個人覺得做這個我還蠻開心的 裡面講的一些詞或什麼的 也生活上可能用得到 你不能說這不是好的英文教材 真的 你不能說這不是好的英文教材 你如果說不好你可能就是味道人士啦 那對不起 我也不怪你 但或許你就不是我的受眾 沒有關係 你如果要關掉 或者你選擇不看 我不怪你 但如果你想學點英文 那你也覺得情色這個有趣的切入點的話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I hope you have as much of a good time watching my video as I have a good time making it 剛剛這句怎麼講 怎麼卡 所以是as as的句型 I hope you have as much of a good time watching my video as I do making the videos 好anyway 看下去 Photoshoot seduction 所以開頭的這一句 Photoshoot就是照相 Seduction就是 射誘 OK 所以第一個字 有趣的字 Seduce這個字 OK 一般來講是射誘啦 沒有射的話 Lure這個詞其實也是射誘 射誘 射誘誰去做什麼事情之類的概念 OK 像例如說 你想要去攻擊一個敵人 你在打一些那個Mobile的game 就那個Mobile Online Battle Arena 像是那個DOTA啦或者是Law啊 或者是英雄聯盟啦 都屬於這樣的遊戲 然後能引敵人到Jungle裡面去 然後大家來Gank下去 Lure這個詞 OK 就射誘 你不能用Seduce 因為Seduce真的比較接近性方面 所以這個是拍照的一個Seduction 在幹什麼呢 看一下小標題 She had already made her mind up He had no chance 她已經下定決心了 而且這個用一個過去完成式 表示是在更之前 所以後面的過去式 她是沒有機會的 她用的是 男生的她是沒有機會的 就是男生的她是沒機會 沒機會幹嘛呢 那女生則是早就已經做的決定了 所以男生是沒有機會的 這裡有留下很多疑點 簡單的說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下去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Authors Notes 我覺得好酷喔 Written in anticipation Who knows what could happen 所以這好像是她自己的故事 她是在一個期待的狀態下寫出來的 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是不是她是那個照相的人 或者是被照的人 I don't know 好 Anyway 所以我們來看下去 Alright 我先把她讀完 他們說了 每天都可以把她的全部 都解決定 他們在一起 The day had come Medio was testing the camera When Maria swayed to the white bench And sat on the edge She smiled He clicked Her penetrating eyes locked onto his He clicked Her legs parted knowingly He clicked Her extended tongue invited him closer He knelt down Crawling towards her He clicked When he could crawl no further He discarded the camera And extended his tongue She gasped Only 40 seconds She giggled I win 结束 Alright,你有看懂吗 来,我们从头看一次 前面又用过去完整诗 所以他们先前都什么都讨论好了 They had discussed everything 那后面就用一个各种各种方式 成列出来 所以 The flight to London A The studio setup B The dress code C The seduction D The photo E And The bed F 七样东西 完全没有文法的错误 真的 OK 所以就是 A dou.b dou.c dou.d dou.e dou.f And F OK 那他的选择是在最后不加最后一个dou点 但这里 这个叫Oxford comma 我们解释过 那都有对跟错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根本不用探讨 我们是不会误解他的 所以总之就是 总共有123566样东西 再看一次 这六样分别是什么 第一样 Fly to London 表示他们约的是要飞到伦敦去拍 超屌的 所以是一个 不是一个我家附近的 气旅约起来的旅拍之类的而已 他们是要飞去伦敦拍的 酷 The studio setup 所以在那边的studio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男生把女生邀请飞来这里 可能是 OK 那所以男生的studio在London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studio就是他的那个你知道吗 拍照的这个 拍照的这个 这个沙龙这样子 The dress code应该穿什么 sure ok 所以dress code这个词 有时候出现在一些邀请函上 所以邀请函上写一个dress code 然后那邀请函上面也不见得写dress code这个词 他也可以写attire attire冒号 然后什么什么 那我们可能有一些dress code就包括有casual business casual formal semiformal 之类的 所以邀请函上都会写这样子 好所以dress code然后the seduction 所以 连什么都讨论了 呃非就这个呃 机票的部分讨论了 然后场景要怎么弄讨论了 衣服怎么讨论了 以及勾引彼此 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讨论中也已经有了互相勾引的这个环节 所以the seduction也是他们讨论的一部分 然后照片当然要讨论the photos 以及最后铺了一个梗 and the bet 也讨论了打赌这件事 赌什么 不知道 当然你刚跟我一起赌完了你就知道 赌的就是女生赢了 我们只知道结果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看懂刚刚的部分 不管我们看下去 the day had come 这天来了 Madeo 这男生 was testing the camera 所以他在测试camera的时候 when Maria swayed to the white bench and sat on the edge 所以在他调整的camera的时候 Maria呢 就晃到了这个 sway其实就是摆档之类的 我多讲一下这个词好了 sway 我们通常很常在一个地方看到sway这个字 就是操弄选民 所以选民现在从左边摆档的右边 从泛蓝变到泛绿之类的 所以我们会说 这个你做了一个动作能够sway the voter ok 能够撼动选民 能够摇动选民 sway这个字 所以sway就是这样一个 移动晃动这样子 所以这个女生就一路晃晃晃到了这个白色的 长凳上 white bench 然后他坐在这个边 sat on the bench at the edge对不起 边 他就笑了 she smiled 什么是he clicked click其实你可以说是个声状词 例如说我们知道海豚或者鲸鱼之类的 他们在水底怎么传达消息 传达消息 就是他们说他们的会click click click click的这样子 所以然后经过反弹声纳之类的 就可以判断东西的距离 好这个扯太远了 总之click就是像我如果今天这样 这个就是I'm clicking my tongue ok 所以click就是cut一下的一个声音 那这男生在cut什么声音啊 相机的拍摄嘛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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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我们点滑鼠也是click 那点滑鼠这个词现在很少听到 因为我们都用滑手机 所以tap on your phone you swipe on your phone you scroll on your phone ok 我这几个词都讲一下好了 ok 所以你会点你的手机 tap你的手机 你会滑你的手机 你还会上下滚你的手机 这几个词 所以以前我们想什么fubber 什么之类的 滑手机 现在都不会看到那个词 像我们比较生动的词都是 you tap your phone you swipe your phone you scroll your phone 大概这几个词比较常见 那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候 点滑鼠就是click the mouse ok so you swipe your phone you tap your phone you scroll your phone and you click your mouse 不一样 时代的眼泪 好所以他click就在照相 好 so she smiled he clicked her penetrating eyes locked onto his 他会穿透的眼睛 锁到他身上了 所以他的眼睛用了一个 penetrate这个词 仿佛会穿透人 那lock就是锁在谁身上 可以 所以他的眼睛锁在他身上 locked onto 对不起不是他身上 他用的是his 所以他们两个眼睛互相锁住了 ok so they lock eyes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 they made eye contact 因为你学过 eye contact这个词 就是眼睛教会 没错 eye contact这个词 没有错 可是你也可以说 they locked eyes 非常的生动 他们眼睛锁起来的 they locked eyes 好 so her penetrating eyes locked onto his he clicked 所以眼睛锁住了 一样继续照 her legs parted knowingly 所以 他的 腿啊 反正他很懂 现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强调一个knowingly 所以他腿很懂的 ok 很知道怎么开的打开了 所以腿打开了 he clicked 继续click her extended tongue invited him closer 他伸出来的舌头 邀请他 再更走近一点点 所以女生伸出了舌头 你可以想像 绝对不会是 ok 他可能就是 之类的 ok her extended tongue he nailed down 他这个时候 跪下 然后爬 crawling towards her crawl 这个字 跪下来 往他的方向爬 crawl towards her 还是继续照喔 he clicked ok when he could crawl no further 当他不能再往前爬 也就是碰到了啦 到底了的时候 when he could crawl no further he discarded the camera 他把相机丢了 and extended his tongue 然后把他的舌头 也伸出来了 这样子 she gasped gasp 我们上一篇情色的这个短片才看过 就是 ok 就倒抽一口气 然后他说了 only 40 seconds 才40秒 she giggled 他就 giggle就是 哈哈哈哈 我笑的不对 这个giggle是女生的娇笑 ok 不是我刚刚这个听起来很奇怪的笑 she giggled 嘿嘿嘿 好像也不对 不是嘿嘿嘿 anyway 我演的不好 总之他就娇笑了 i win 我赢了 所以 回到刚刚铺的梗 他们堵了什么 你猜得出来吗 应该可以吧 他们堵了什么 他们女生跟他堵 我就跟你堵 你可以拍我拍到 拍多久 我就堵你在一分钟内一定会铺倒我 大概是这样 然后男生说 哦不会我他妈的专业的 我绝对不可能一分钟就铺倒你 所以最后这女生说 ha only 40 seconds 你才撑40秒欸 我赢了 这样懂了吗 需要我解釋这么清楚吗 或许 你可能真的不懂 但总之现在你应该就懂了 好我们讲完了 复习时间 OK 来 每一次我讲这句都要笑一下 因为我都觉得很好笑 今天的词倒是没有很多 seduced 是色诱 所以这篇叫做 photoshoot seduction 拍照的色诱 没问题 lure这个词 也是引诱的意思 但是没有色在里面 OK 那 这个排比 你还记得刚刚那一串吗 你知道我们刚读完之后 我现在都还有点印象欸 他把它飞到伦敦去 请女生过去 the flight to London the studio set up the dress code the photo 是最后一 是倒数第二样 我记得 还有什么 the seduction 你记得 对不对 然后还有abcde 最后一个 the bat 好我们有把它完整的记得 还不错 赌了什么 好所以下面有dress code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你可以讲attire也是可以的 那sway sway这个词 我们刚刚说的是它慢慢的晃晃晃 摇晃到了这个白色的bench上 那我刚刚讲这个摇晃也可以是摇晃选民 摇动选民的意象 sway the voter OK or sway public opinion 也不错 sway public opinion 也常看到这个词 也就是能够去摇动公共的一些意见 这样子 好 cool anyway 然后我们看到了 听到click这个词 我说的是一个声状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 顺便讲到手机的使用 跟以前滑鼠的使用 滑鼠会用click 因为你点滑鼠会有click的声音 那现在手机的使用 都已经没有click的 就是摸手机而已 所以tap the phone swipe the phone or scroll the phone scroll一定是上下的 因为scroll这个字 其实是卷轴的意思 所以你可能想说卷轴不是横的嘛 那也有直的嘛 靠北 所以不要跟我争这个 OK so scroll the phone scroll up and down 好 penetrate是穿越 穿透不是穿越 penetrate 所以这个女生有一个 penetrating eyes 然后跟她呢 就锁在一起了 so 你如果简单一点的 they made eye contact 就只是眼神交汇 可是 如果你要说两个人眼睛锁 锁住彼此了 they locked eyes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她一直往上身上爬 一边爬 一边爬过去一边拍照 crawl 这个词 ok 讲到爬我突然想到企业怪坦 爬出电视那个爬 大概也是这个字 ok so a ghost a female ghost crawl out of the tv 企业怪坦的内容 会不会有人不知道企业怪坦 年轻年的同学 有可能 那算了不管 然后最后那女生就娇笑了 所以这个娇笑 就是giggle 或许有必要讲一定是娇笑 因为小朋友在笑也是giggle 男生giggle可能就会憋觉得有点凉 可是 大概也不是不行啊 其实 所以giggle ok 不是green 如果是green这个词就只是 ok就微笑 好 那如果笑得有点点 轻蔑的话叫做smirk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笑也是整理一下 所以green是微笑 ok就是green 那smirk就是 ok 好希望我演得算入您的眼 好啦到这里大家够了 复习完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